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随着美国和墨西哥寻求更多的移民遣返航班 委内瑞拉人继续前进 亚马逊干旱使巴西湖泊变成泥浆 困住了漂浮的村庄 伦敦市长汉表示 如果没有公共资金支持 将HSR延伸至尤斯顿站 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袭击国会大厦并现在推销1月6日纪念品的男子 被判入于7年 联合汽车工会表示 通用汽车公司正在抵制福特模式协议的重要要素 等等 请大家收看 随着美国和墨西哥寻求更多的移民遣返航班 委内瑞拉人继续前进 路透社 尽管美国计划增加驱逐航班 已遏制通过墨西哥边境抵达的移民人数的增长 但许多委内瑞拉人表示 他们将继续前往美国 美国周四宣布 将重新开始驱逐非法越境的委内瑞拉人 墨西哥周五表示 正在寻求将移民送回巴西 哥伦比亚 古巴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 今年已有创纪录的41.7万名移民 穿越达里恩地下 这是拉美移民的常见路线 比去年的人数翻了一番 亚马逊干旱 使巴西湖泊变成泥江 困住了漂浮的村庄 路透社 巴西亚马逊雨林的严重干旱 导致一个漂浮村庄被困在泥滩上 无法获得鱼类 水果和蔬菜 也没有游客可以运送 干旱还导致河流干涸 鱼类死亡 当地社区食物和饮用水短缺 巴西政府表示 正在准备向受干旱影响的人们提供紧急援助 伦敦市长汉表示 如果没有公共资金支持 将HSR延伸至尤斯顿站 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英国独立报 伦敦市长萨迪克 汉批评财政大臣李希 苏纳克表示 私营部门将为高速铁路连接 HSR提供约65亿英镑 84亿美元的资金 汉指责苏纳克一厢情愿的想 本周 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取消了该铁路项目的北段 交通部已成立了一家独立公司 来为伦敦段提供资金 汉对该连接的融资表示严重关切 包括开发尤斯顿终点站的65亿英镑成本 袭击国会大厦 并现在推销1月6日纪念品的男子 被判入于7年 美联社 去年袭击美国国会大厦 并成为一个网站的形象代言人 该网站销售描绘被监禁的骚万者为 政治犯的商品的谢恩 詹金斯被判入于7年 现年46岁的詹金斯 在2021年1月6日的围攻中 试图用战斧砸碎国会大厦的窗户 并多次向警察投掷临时武器 一个网站吹捧詹金斯 是一个寻求揭示1月6日被告 和他们在政府面前受到的待遇的团体的创始人 并销售带有1月6日主题口号的商品 检察官不知道 詹金斯通过网站销售商品赚了多少钱 詹金斯对自己在1月6日的行为表示悔过 称自己被当时的情绪所冲昏了头脑 他告诉法官 我热爱这个国家 我不是一个疯狂的疯子 想要摧毁这个国家 检察官建议判处詹金斯19年8个月的监禁 并要求法官处以至少118888美元的罚款 等于詹金斯公开筹集的资金 联合汽车工会表示 通用汽车公司正在抵制福特模式协议的重要要素 路透社 加拿大工人工会UNIFOR指责通用汽车GM抵制其与福特汽车的样板协议的重要内容 UNIFOR上个月与福特达成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新合同 其中包括对超过5600名工人的工资增加高达25% 然而 据报道 GM正在抵制全职临时工的分类 退休人员的普遍医疗津贴 以及未来产品投资承诺等问题 UNIFOR必须在周一之前与GM达成新协议 GM雇佣了约4300名参与谈判的工人 UNIFOR与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之间的谈判 与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协调行动是分开进行的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要点 首先 美国和墨西哥计划增加移民遣返航班 但委内瑞拉人表示 他们仍将继续前往美国 这显示了委内瑞拉人对离开自己国家 寻求更好生活的渴望 不过 墨西哥也正在寻求将移民送回其他国家 这可能会对委内瑞拉人的前进之路造成一些阻碍 其次 巴西亚马逊雨林的严重干旱 导致一个漂浮村庄被困在泥滩上 这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许多困难 包括食物和水资源的短缺 巴西政府已经表示将提供紧急援助 帮助受干旱影响的人们渡过难关 接下来 伦敦市长对高速铁路连接HSR的融资表示了严重关切 私营部门将提供资金 但伦敦市长表示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这可能会对该项目的未来产生一些不确定性 此外 一个袭击国会大厦并现在推销1月6日纪念品的男子被判入于7年 这显示了美国对于1月6日事件的严肃态度 同时也提醒我们要警惕魏斯事件的发生 最后 加拿大工人工会指责通用汽车抵制与福特汽车的样板协议的重要内容 这表明不同汽车制造商之间的劳资关系可能存在一些分歧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要点 让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